欸!這也太驚奇了吧! 熊本台積電工廠的周圍居然都是農地耶! 對面這些高麗菜是要給員工吃的嗎? 這次回應我們粉絲的要求 我們特地來到熊本拍攝這部影片 也是一部大成本的影片喔! 假設我們是台積電的員工或家屬 在抵達熊本機場出關之後呢 就可以在外面的第六號站牌 搭乘熊本機場到肥厚大金站的免費巴士 這台免費巴士是所有人都可以搭的 鄉行車一次載不到10個人 每半小時就會有一班車來回喔! 熊本機場鐵道現在有計劃要搭建一條鐵路 來連接JR鐵路的豐肥線 據說熊本的縣議會有意要把橘洋丁 打造成大型的科技園區 原本在考慮三里木、圓水和肥厚大金三個點 最後決定JR鐵路線會從肥厚大金通往機場 預計2030年左右會通車 這樣就可以直接從熊本車站 搭JR鐵道到熊本機場囉 台積電工廠的位置大概是圓水站和肥厚大金站之間 所以在肥厚大金JR站下車之後 我們還要再轉搭計程車 這段距離大約是3公里 開車的話10分鐘之內 就可以到達熊本台積電囉 我們坐在計程車的路上 就可以看到兩邊的道路旁有很多的農田 馬上就要進到熊本台積電工廠的位置了 你現在在忙什麼 我現在正在剪接熊本台積電的影片啊 我們的影片很多都快做不完了 我來看一下齁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收集資料拍攝還有剪輯影片 最近我們也嘗試了幾部大成本的影片製作 比方說日本龍機展 火燒山傳統活動 還有這部熊本台積電的影片 都是我們親自到現場去拍攝的 目的是希望帶給大家一個不同於以往 吸收知識的角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類型的影片 可以利用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支持我們喔 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 去挑戰更多不同面向的議題 幫助我們傳播知識 也幫助大家種植出更好的作物 好 我們終於來到台積電的工廠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JASM 就是台積電的辦公室 它有這個玻璃的窗 那如果我們把畫面呢 再往左邊帶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白色的建築物啊 白色很大的這個建築物就是他們的工廠 那在它的辦公室跟工廠中間 有寫一個JASM 它是一個空橋 它可以從辦公室呢 走到工廠裡面去 但是如果我們啊 把畫面再往下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 哎呀 原來周邊居然都是高麗菜 這個工廠它就蓋在高麗菜田的對面 我們如果環顧四周 其實不是只有高麗菜田而已 這整個周遭的環境啊 它都是農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台積電工廠 它是在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 那我們過來的時候呢 走路恐怕都要30分鐘左右 所以我們是坐計程車過來的 帶大家看一看 我們可以發現說其實這條路啊 一直有很多車過來 儘管我們來的時候是6日的時候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發現 它這邊的車啊 源源不絕 聽說在上下班的時候啊 這個新聞有報導 這邊容易塞車 原因在於說這個工廠其實裡面有很多人 那因為最接近的車站啊 光走路其實就要30幾分鐘 所以說絕大多數的員工呢 他們通勤的時候都是要開車的 我們剛剛在這個台積電的停車場裡面 我們也發現有一些員工 他們是騎機車 或是騎腳踏車上班 也就是說這條路啊 可能將來需要拓寬 才有辦法讓更多人 不會因為塞車而遲到 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 現在上班日都是塞車的狀況 所以這裡將來會拓寬成六線道 還有鋪設新的道路 熊本台積電第一工廠的園區 大約有四個東京巨蛋的大小 現在確定要蓋的第二工廠 據說還比現在這裡更大 大約會有七個東京巨蛋這麼大喔 位置就在第一工廠的附近 我們在這邊有看到很多農機 都直接開在馬路上 熊本真不愧是農業發達的地方啊 這裡的高麗菜 有的地方看起來已經採收了 現在留在這裡的 很多葉子都發黃過老了 感覺已經過了採收期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台異影機 台語叫做灰雷雅 它是在我們一開始要耕作的時候 方便翻土 因為這邊看起來呢 要進入下一期的種植 把前一期的還沒採摘好的作物 或者是剩下的一些老葉呢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灰雷雅把它翻土 上面的原本的前一期的作物 就可以拿來當做它的有機值 這個畫面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啊 這邊原本就都是在種田的 只是因為台積田的進駐之後呢 畢竟它可以為熊本線帶來更大的經濟效應 所以有跟農民做過溝通 把這個土地轉賣 然後蓋成了這麼一座工廠 這個也是比在美國亞利桑那的工廠呢 更早一步建造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農地啊 這個好像已經剛剛整地過一樣 他們已經翻好土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完全就沒有雜草 如果靠近一點呢 其實你可以聞到說它有一點臭臭的 它應該是已經有施肥了 就在台積田的工廠旁邊 大家看一下在台積田工廠的周邊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土地啊 這邊都是一些比較小的種苗 現在是在3月這個時候 春暖花開 他們新一輪的這個作物呢 已經種下去了 但是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們畫面的左半邊這邊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台這個農機具 它就是透過這樣的農機呢 把種苗種到土裡的這個動作 確實還是比較方便一點 否則這麼大塊地啊 用人下去播種或是移植種苗 確實有很多不便之處 你看 對面那邊好像在冒煙耶 我們遠遠的看過去啊 那邊好像在冒一點黑煙 可能是有一些農民在這邊燒這個草木灰 在台積田工廠的對面呢 我們發現這邊有一個停車場 那這個停車場呢 它原本也是一塊農地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說 它這個農地其實是已經轉用許可 它可以用來做其他的用途 因為因應台積電的這個工廠的進駐啊 它會有很多員工需要上班 所以它需要有新的停車場 於是就把這塊農地呢 改建成停車場 方便台積電的員工來使用 那這裡原本都是農地 台積電為什麼會選在熊本這裡蓋工廠呢 選在熊本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熊本有很好的水資源 在半導體生產的過程中呢 需要用到大量乾淨的水來除去雜質 在熊本周邊有很多河川湖泊聚集 這裡的自來水將近百分之百都來自於地下水 這也是為什麼熊本水資源充足而且乾淨的原因 劉德英在熊本廠的開幕時有提到 台積電會處理好排水和環保的問題 強調有設置排水循環設備 每次抽進來的地下水呢 都會回收再利用 平均每滴水會使用超過三次 廢水也不會直接排到河川 會先送到熊本的水處理廠檢驗 是否有達到排放的標準 第二個選在熊本該工廠的原因 是因為上下有產業鏈的關係 日本在過去的80年代是半導體強國 全球市占率約五成左右 熊本所在九州的這個地方呢 過去被稱為矽島 是半導體重要的生產地 直到今天仍有大量的半導體相關廠商在此 在圖中我們可以看到 半導體製造設備呢 日本佔了三成左右 半導體製造的主要材料呢 日本佔了將近一半 所以台積電到熊本設廠 可以更接近上游的設備和材料供應商 我們在三里木站的附近呢 也發現了台積電上游曝光機的設備廠商 艾斯摩爾 那如果這邊的農地都被開發成工廠 對於熊本的農業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熊本是農業大縣 農產品包括熊本的牛乳 肉用牛 草莓 柑橘類 番茄 都是日本生產量數一數二的地方 所以政府還是會保留大部分的農業用地 當地的防重業者告訴我們說 日本計劃保留80%的農業用地 所以對他們來說 最理想的狀態就是盡可能不去大範圍影響農業的狀況下呢 去發展半導體產業 這可能是他們想要的結果 我們在熊本機場裡面有看到九寶田的農機廣告 也有在賣伴手裡的店家看到這個農機模型的玩具 大家猜猜這是什麼牌子的農機呢 A.KUBOTA 九寶田 B.YARMAR 野馬 C.John Deere 因為這一集篇幅有限 我們下一部影片會繼續介紹熊本房地產和農產品喔 謝謝大家喔 那我們下一集見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